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买红妹夺得了抚养权 这些年独自养着一双儿女 而孙楠转身就娶了攀位 这个攀位可是个不简单的女人 一过两次婚还有一个二十岁的女儿 能让孙楠为她抛弃妻女魅力可不一般 可是看了一下她的照片 这模样都可以当孙楠的妈了 这长相哪能和买红妹比 买红妹不尽性格开朗 还是个时打时的美人胚子 看着非常养眼 孙楠真的是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啊 孙楠和攀位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 如今一家三口过得也算幸福 不过孙楠这几年的事业却不尽人意了 貌似在经历了退赛门之后 名声一落千丈 虽然也偶尔出现在一些歌唱节目中 但是和同期出道的那影响比算是快有点销声匿迹了吧 反观看了买红妹 离婚九年她也走出了那段婚姻的阴霾 尽管感情一片空白 她还是积极乐观的生活 两个孩子也都健康快乐成长 让买红妹很是欣慰 看她的一双儿女 长相真的复制了父亲孙楠啊 近几年买红妹很努力的在工作 付出拍的电视剧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拍电影也有非常不错的表现 偶尔引入节目 依阳光开朗的形象世人 自己一人带着一双儿女 挣钱养家 即使没有男人也可以活得很好 简直活出了女王范儿 不过对于买红妹来说 还是要感谢孙楠的抛弃之恩 让买红妹活出了自我 成为了女人中立志的模范 如今看看两人的近况 一个貌美如花 一个销声匿迹 这差别真大了 也有网友说 孙楠真是活该